主題之前當然我必須還是要給各位聽說 各位朋友們來介紹一下德布希的這個一生 他的一個大事 稍微了解一下他這一生的歷程之後呢 大概你可以大概知道說 他的這個創作的路程是怎麼來的 他怎麼完成這些做的呢 首先我們先看 德布希他是在19世紀1860年出生 他出生在法國的巴黎 那這個時間呢 剛好是在整個歐洲 他是個浪漫主義大道的一個時期 當時歐洲的音樂、文學、藝術、繪畫 都是重生在浪漫主義之中 那其中裡面最有名的就是整個華格納 華格納的崩報呢 當時在歐洲興起 所有的音樂家 所有的文學家、藝術家 都要去懂華格納 抱憾德布希 所以他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之下產生 他1860年出生 那其實他出生在一個小康的家庭裡面 家裡不是非常的有錢 那過了沒有多久之後 到了1870年 你知道那時候是胡法戰爭 胡法戰爭之後呢 他爸爸去參加這個巴黎公社的革命 他爸爸被抓去關了 那時候德布希的媽媽沒有辦法去扶養他 所以就把德布希送到這個 放回南部的坎城 那為什麼要送到那邊呢 因為那邊還有一個非常有錢的姑媽在那裡 然後德布希的音樂教育 就是從他的姑媽那邊開始啟蒙的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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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